谢谢大家的观赏 针对Office 365的体验与实物呢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更进一步的使用情境 要跟各位分享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看 这是我的座名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希望跟大家一起共勉之 杜甫他以其毕生之力努力的读书 而且他认为说读书要把书给读破掉 然后才能够写出很棒很棒的文章 他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参考的 那希望在滑手机的时代 我们能够回归到一些书本的内容 让自己的眼睛在看一些 例如说书本 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舒适的感觉 因为毕竟手机或者是荧幕 它的一个光线 它都会对眼睛或多或少造成伤害 那希望各位多读一点书 然后我们可以多增加更多的知识 让我们成为更有用的人 藉由这两句话 勉励我自己 也希望跟好朋友能够一起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